《金剛公》第一步 騎士 它到騎士的時候是 梁首病龍 梁左與梁姦同款 開始往下去 梁首往後蒙蓉鯉 蓉鯉被氣吊磚上來 存在種軸 那是騎士 大家看那個騎士 梁首病龍自然下垂 梁首要用梨往內 用梨 不要太容 用梨一喝再張開 再用梨 再來第三次 腳上腿上消伏 肚子氣都起來熱氣 更多氣往上踢 踢到這裡 可能這就是騎士 第三腳之氣 是上腳 在胸一上 說上腳 胸部到肚臍為中腳 從肚臍到下部 到腿到腳為下腳 三腳之氣 中腳步 中腳步 從肚臍 中腳步 中腳有肚 從肚臍 中肚臍 去肚臍 去肚臍 從肚臍 中肚臍 從肚臍 中肚臍 到脉裸,直接往上通达 中角那个脉,中间那个重脉 从隐窍到胸部 到心脏,直接通过眼后 上至闹钉,上至 舔钉百慧,下至 涌泉,名为海堤,一步脉一动 七部门都动,人身上 一共有八个大洞门,有 隐窍门,阳窍门,有虫门 有呆门,还有一些 人门,毒门,阳门 阳门门,阴门门,一共是八个 大洞门,中间这一部,虽然说 虫门,从阴窍,上至阳窍 他这一部门已经同八个脉裸 全部都动 智性微脉,混性微脉 说脉裸嘛 内同五脏 往外 从三百六十股结 八万四千号码 它都动 所以这个 剑岗宫 它可以取病 剑神为外八部 外八部剑岗 它是从外用智力,用岗力 八个大洞门剑好 终结起来 剑岗宫开始了 这是骑士 白气踢上来 鬼龙到中角 两手饼盒 两手往上瞧 两手插钉 手背向上蒙鞠 慢慢用力 两手蒙鞘 慢慢慢慢往下压 手往下蒙鞠 这是营养器 一重一鞠 再练一遍 往上鞠倒进 慢慢地走 往上虫要用鞠 往下鞠要压 用鞠往下鞠 手往下鞠 扫了 路 手往下鞠